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混沌灵眼确实是一个发源灵眼 随着墨无忌的修为提升 它吸收混沌神灵气的量更是数倍的增加 这里的混沌神灵气就像无穷无尽一样 无论墨无忌吸收多少 混沌灵眼仍旧源源不断的释放着灵气 在进入混沌灵眼的第九个月 墨无忌跨入了神军五层 混沌灵眼没有枯竭 墨无忌的修为就绝对不会停止提升 第十二个月 神军六层 第十六个月 神军七层 混沌灵眼的神灵气似乎比之前淡了一些 这让墨无忌非常的失落 如果这种混沌神灵气一直如此浓郁 它有把握在两年之内跨入神军十层 因为有大量的混沌神灵气相助 墨无忌身上的天地规则元丹 倒是还剩下来了一些 暂停修炼之后 墨无忌的神念扫了出去 昆运修炼的地方仍旧是个巨大的神灵气漩涡 很显然 昆运并没有放弃继续修炼 想到自己修炼所需的神灵气比昆运还恐怖的时候 墨无忌索性将凡人戒里那道残破的混沌神灵脉给拖了出来 同时还不忘拿出青露米开始煮饭 青露米这种东西就算是神王也迫切需要 极品青露米墨无忌吃过 对它的修为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可以帮助在修炼中增强感悟和突破境界的好东西 而且还没有半点副作用 本来墨无忌打算在长期闭关的时候 再慢慢用极品青露米 可现在它迫切需要提升修为 所以决定将能用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只有将修炼资源变成了自己的实力 那才是有价值的 放在身上不用 那也只能让自己心中多一丝安慰罢了 有了青露米的帮助 墨无忌直接坐在了混沌神灵脉上 疯狂燃烧余下的天地规则源丹修炼 这些还不算 墨无忌还通过世界落 将凡人界中天地炉里的丹气 引到了脉络之中 只要能够提升修炼速度 墨无忌可是没有半分顾忌的 一种炽热狂暴的天地元气 只从墨无忌的脉络当中 很快就在周天逆转下 化成了原理修为 石海进一步的扩大 脉络不断获得增强 几乎只是数天的时间 墨无忌的修为就冲破了神军七层 跨入了神军八层 此刻的墨无忌 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极品青鹿米的逆天 那种清晰无比的道运感悟 以及对神灵气规则的引导吸收 让墨无忌 有种能够感受到 自己每一次周天逆转的进步 而且可以明误到 自己应该如何进行 下一次的周天运转修炼 墨无忌得到好的修炼资源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他还是头一次 有了这样清晰的修炼感觉 这让墨无忌下定决心 一旦空闲下来 一定要继续种植极品青鹿米 天地规则源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消散 这些消散的天地规则源丹 和浓郁的混沌神灵气 全化成道运 被墨无忌完全吸收 随着墨无忌修为提升 道运规则的感悟也在不断加深 墨无忌的凡人界开始急速扩张 凡人界的天地规则 跟随墨无忌的修为晋级而愈发清晰 日月星辰的雏形也是更加的明显 神君九层 神君十层 当最后一枚天地规则源丹 消耗残尽的时候 墨无忌的修炼速度就像是从火箭变成了飞机 随着灵眼的混沌神灵气减弱 墨无忌的修炼速度再次慢了下来 又是数天过去 墨无忌停止了修炼 他将植入的混沌神灵脉 再次送入了自己的凡人界里 将近十八个月的修炼 墨无忌消耗了所有的天地规则源丹 天地炉中的丹气也消耗了一部分 极品青露米消耗了一小半 那条残破的混沌神灵脉倒是被消耗的不多 至于混沌灵眼早已经干涸了 这些对墨无忌来说都是值得的 他的修为现在是神君十层圆满 只差一步便可跨入神君十一层 虽然没有了混沌灵眼的神灵气 但墨无忌自信 能在短时间内跨入神君圆满 他身上还有一条残破的混沌神灵脉 还有许多的极品青露米 天地炉中丹气仍旧有不少 更重要的是 他还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手段 静丹 他可以通过丹药提升 他的静丹神通能够在极限程度上 让丹毒和丹渣降到最低 无忌兄弟 看样子你熟悟不小啊 昆运高兴的声音传来 就像之前墨无忌先他开始修炼的事情 完全没发生过一样 随即墨无忌眼前一亮 周围的困沙阵全都被昆运撤了 他心头一愣 这昆运居然没有对他下手 亏他还研究了几个月的八级捆沙阵 墨无忌很快就醒悟过了 不是昆运不想对他下手 而是这八级捆沙阵 用的是混沌灵眼做灵源 现在混沌灵眼被他们吸收一空 如果昆运还要借助八级捆沙神阵 那只能祭出神经或是祭出神灵脉来做灵源了 可一旦要是这么做了 那就等同于撕破脸皮 昆运有事求他自然不会这么做 无忌兄弟 你的功法果然是厉害啊 我都看不透你的实力了 昆运看见墨无忌后眼睛一亮 同时心中更加忌惮起来 墨无忌的实力他是真看不透了 只能隐约感觉到墨无忌的实力不会比他低 很有可能跨入了神军后期 看样子 当年那个老邋遢的推断不但正确 真正的凡人道之强 还远远超出了老邋遢的推断 墨无忌呵呵一笑 昆运兄弟 你的修为应该到了神军后期了吧 和你比起来 我真是差远了 当初我跨入神军的时候 被雷劫轰的死去活来 兄弟你倒好 不声不响跨入了神军后期 当真是厉害 墨无忌现在也看不出昆运的实力 他隐约感觉到昆运到了神军后期 这家伙果真是厉害 连跨入神军都没有雷劫 昆运呵呵一笑 当年老哥我的规则 就比这方天底的规则高 这方天底 还没资格对你老哥我下雷劫 这次咱们收获都不小 找到了一个混沌灵源发源地 让我们节约了好多时间 咱们兄弟可以提前做那件事情了 墨无忌白了白手 做事情不着急 我还有事情没做完 无忌兄弟 你的道理存书因都来这一万多年了 短时间内你根本打听不到的 万一惹了神王强者 最后还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我的意思是 昆运兄弟 我暂时不想和你合作了 墨无忌直接打断了昆运 昆运面色已沉 无忌兄弟 话说人无心不力 大家说好的事情 你说变卦就变卦 这难道也是个修道者的道心吗 昆运兄弟 你想动摇我的道心还差得远 我只是担心 一旦我和你合作之后 我最后连汤水都喝不到 都是为了你这个包工头打工 昆运不大明白包工头打工的意思是什么 但他猜测这应该不是什么好话 他只好说道 无忌兄弟 我昆运 曾经好歹是个站在宇宙巅峰的强者 岂会欺骗你一个小小神军呢 这违背了我的道心 如果无忌兄弟还不相信 那我们互相发誓 昆运兄弟 发誓就不必了 我手段小 没有解除天底誓言的方法 不像你 有太多方法让誓言消失 既然如此 无忌兄弟 为何要怀疑老哥哥我呀 昆运做出一点委屈的样子 之前对付那个和神强者 我可是手段尽出 然后身受重伤 疗伤了半年的时间 后来我可没看见那和神强者身上的一根毛 算了 我也就是个打工的 应该有被剥削的觉悟 奈何我的觉悟还不是很彻底 干这最辛苦的活 连口汤都没喝上一口 心寒呢 昆运脸色一变 干笑两声 无忌兄弟 你不说这事 我也要告诉你 那个和神强者的世界被我破开了 里头确实有些东西 我还打算和你平分来着呢 莫无忌欣喜的一拍脑袋 真的 昆运老兄 看来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你可千万别介意 你也知道的 我就是个俗人 而且见识低 看见好东西就忍不住打哆嗦 我之前的神念 不小心看见了那和神戒指里 居然有数百条各式各样的神灵脉 好像还有一条药王神灵脉 药王脉对我的用处可不小 对了 神经我不需要太多 你分我一半就好了 那些神灵草和炼气材料 我比较喜欢 特别是那块 啊 哦 想起来了 那块暗木块 那东西我正好有用 昆运原本还算平静的脸上 在听完莫无忌的话后 显现出了一种内伤很重的表情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